大家好 欢迎收看十部电影 2004年韩国秘阳市发生了一起集体性暴力事件 14岁女中学生和13岁的妹妹16岁的表姐 被十几位未成年人殴打轮奸 14岁女生精神异常 最后服药自杀 在警方的调查下发现还有两名受害者 通过进一步的取证 犯罪嫌疑人 人数上升到了70人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部有此事改编的电影 别哭 妈妈 酒妹和丈夫婚姻不幸 最后选择了离婚 她有一个女儿跟她生活 17岁的靖香 父母的离婚并没有对靖香产生太大的影响 她和母亲的关系很好 还把新认识的朋友包子介绍给母亲认识 某天靖香和包子上楼 靖香看见了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孩 大雄 靖香对她一见钟情 包子提醒她要小心大雄 因为她是个小混混 可是方心暗动的靖香什么也听不进去 在课堂上 因为靖香小提琴拉得非常好 老师便让她上台演奏 大雄默默地看着靖香 心里好像决定了什么 因为大雄的主动搭讪 靖香的小心思越发涌动 女儿的某些异常还是逃不过母亲九妹的眼睛 母女俩晚上讨论着 细细地说道 一定不要不小心上了床 本是一句玩笑话 没想到却成了诅咒 第二天 靖香约大雄见面 想给她些东西 大雄让她在屋顶见面 就她一个人 相较于包子的满脸担心 靖香明显地非常兴奋 靖香带着自己亲手做的巧克力赴约 没想到楼顶上还有别人 她被封住了嘴巴 开始了一生难忘的噩梦 母亲九妹回家 发现女孩不在 她开车出门寻找 却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匆忙赶到医院的九妹看到满脸伤痕 昏迷中的女儿有些崩溃 她跟着警察胖虎来到了警察局 而那帮伤害靖香的男生就在旁边 他们讨论着还没爽够之类的魂话 九妹冲上去拽住一个人 没想到却被推倒在地 上次问胖虎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 胖虎表示 大概九妹和靖香真的很难维护自己 上次告诉她一个案例 曾经有30个男生轮间一个女生致死 最后只有三个人被送去了少馆所 剩下的27个人第二天全部释放 因为犯罪人都是未成年 就算关也就是两个月而已 上次让胖虎劝九妹 与其上诉不如多要点赔偿 胖虎对于法律非常愤恨 却又没有别的办法 她如实告诉了九妹 并带着九妹跟男生的父母谈判 果然 混蛋的父母也是混蛋 男孩的父亲竟还说 自己的孩子是个善良的孩子 九妹坚持要让小混蛋们坐牢 选择了上诉 因为事情对靖香的影响很大 她甚至记不清是几个人伤害了她 所有犯事的三个男生 两个被无罪释放 另一个虽然证据确凿 但还是个高中生 也就判了一年六个月 愤怒的九妹当场哭喊起来 胖虎只能拦住她 失魂落魄的母女俩离开法庭 胖虎知道母女的无力 却只能说对不起 靖香在家中休息 却收到了一个视频 那是她受伤的录像 噩梦再次袭来 那帮男生用录像威胁靖香 靖香只能再次赴约 却又一次被伤害 毫不知情的九妹回家 她呼唤女儿得不到回应 却听到了震震的水声 九妹打开卫生间的门 看见了让她绝望的一幕 经过医生尽力的抢救 靖香还是没能活过来 九妹抱着女儿的尸体痛哭 却什么也不能挽回 葬礼结束后 九妹回到家 在女儿的手机里发现了一段录像 靖香赤身裸体地坐在床上 拉着她提琴 九妹崩溃了 她什么也说不出来 只能尖叫痛哭 如果某些官有泪点低 建议跳过这段戏 小编看的时候也差点崩溃了 九妹根据短信找到了小混混A 没想到却被男生暴打 在医院里 她拒绝了胖虎立案的建议 打算自己报仇 她先找到了大雄 大雄推托不是自己的主意 因为女儿是真心喜欢大雄 九妹选择放过她 九妹又来到小混混A的家里 她看见了视频里 女儿坐的那张床 九妹成功地捅死了小混混 带着存有女儿的录像手机走了 她又在地下停车场 找到了小混混B 没想到小混混B 竟没有一丝愧疚 反而觉得靖香死了 感到晦气 被刺激的九妹 冲着她撞了过去 还反复碾压 警察胖虎收到了 两个男生死掉的消息 她抓紧给九妹打电话 说自己已经找到了证据 因为案件中唯一活着的只有大雄了 九妹拒绝了 她带着刀来到学校找大雄 因为她终于知道 所有的一切都是大雄策划的 在天台上三人相遇了 九妹已经捅了大雄一刀 她准备捅第二刀的时候 胖虎开枪了 看到这里忍不住想笑 警察每次都是 该来的不来 不该来的非要来 都说这部电影是继熔炉之后 又一部基于真实世界改编的立作 可谓是抱着一万分的希望来看 却怀着一万分的憋屈回去 有些人说女孩子蠢 有些人说妈妈蠢 可是家里连男人都没有的母女俩 能奢求她们有多百毒不清呢 一半分之一 一半分之一 感谢观看